消毒車一早進駐 基隆市區延結清潮 小吃店疫情延燒大爆發 遭波及的市長林友昌 第二次PCR結果出爐 還好也是陰性 除了報平安外 他親自打電話讓陳時中討救兵 隔天救火隊王必勝也火速現身 要幫基隆度過疫情難關 但看看這次全台疫情多點爆發 是否該放慢解封腳步 我覺得當你有九條的時候 你就不用去煩惱了 代表到處都是病毒的 只是都很難喘而已 因為我們大家都還蠻守規矩的 黃立民認為國內四大關鍵必須守住 包括密切監測醫療量能負擔 持續提升國內疫苗覆蓋率 並採購更多抗病毒藥物 加強防守醫院和安養機構 避免病毒流竄 也不要執著於新增個案數 而是改看重症死亡人數 Omicron這支病毒的傳染力非常的強 即使你去做疫調 也不見得能夠限制它的傳播 那目前重症住院還是很少 另外有專家指出後續疫情是否大爆發 有兩大觀察指標 除了市區疫情有沒有擴大到影響意願量呢 如果被匡列隔離人數陽性率 像去年5月一樣一直上來就要提高警戒 但精神科醫師沈珍南認為沒這麼樂觀 他說這波疫情和縮短檢疫天數應該沒有關係 而是大家口罩開始愛戴不戴 進行不必要的群聚 還拜託大家不要以為Omicron是輕震或流感化 看看隔壁香港的例子 就是因為匡列疫調一步鬆懈導致大爆發 專家呼籲老人家趕快把疫苗打好打滿 否則病毒傳染不分老幼 誰都不想看到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環宇新聞 李文宇 黃宇竹 TV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